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李天威對那個道士仔凱寧說 你師兄姜德既然已經下山了 那你亦下山了 凱寧一聽謊 師傅,他下山關我什麼事? 我不走,我要視由你老人家入世 唉,我出家而已 怎能夠叫你亦出家呢? 你應該應早歸宗,快點去吧 去找你母親吧 什麼?要我找誰? 找你媽媽 師傅,我有媽媽嗎? 你傻子,人生在世誰沒有父母呢? 那我爹和媽媽是誰? 你們全家都在朝上做官 是世襲的爵衛 那我姓什麼?師傅 你是姓楊的 你爹是金刀凌功楊繼業 他有八個兒子 你父親就排第七 叫做楊賢寺 你母親是杜國賢的女兒 叫做杜金鵝 你的名字叫做楊宗英 先來那個楊宗寶 就是你六伯父的兒子 是你疏堂大哥來 啊 我原來是楊家的人 那我爲什麽會上山做你徒弟的師傅? 這樣的 當年 寒言壽就攻打中原 你媽媽在黃土坡前出馬迎戰 就在戰場上生了你 那時因為沒有太子撫養你 就留下一封血書 將你放在荒嬌野外 那天我剛好出外探訪朋友在樹上經過 看到四周人沒有人得你在樹上 我就撿了帶到山上 算起來 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 現在你已經長大成人了 就快點回去母子團聚吧 有件事你千萬要記實 去到戰場上 要勸你師兄姜德投降大宋 為宋朝效力 劍一下 楊中英聽完就如夢方醒 他說 那師傅我什麽時候走好呢 現在你就起程了 那如果姜師兄不聽我勸怎麼辦 他偷走了飛刀 但是刀鞘就沒有帶走 他如果不聽你的勸 你就把刀鞘拿出來 刀鞘一出來 就好像我親自去到這樣 那你就把那些飛刀收回來 對了師傅 那受傷的那些宋朝將軍 又怎麽醫他們好呢 我給你一些解讀藥 一定是藥到病除 多謝師傅 說完 李天威就去後山拿藥了 他去了很久回來了 他一進來 他臉色都變了 憤怒到全身打震 他見到楊中英就說 無量天尊 欺死我了 欺死我了 師傅 什麽事這麼生氣 薑德那個畜生 那些解藥全部被他偷走了 連寶芙佬裏的單藥都偷了 難怪非都有毒 現在配解藥也來不及 是中英 你下山先 我隨後就到 師傅 那你帶我去就行了 不行 我還有些緊要事要做 做完才去 於是李天威就把刀招給了楊中英 楊中英對師傅扣了三個頭 含著眼淚就下山去邊關 這一天 他來到邊關的城門外面 對著上面大聲地喊 喂 冰大哥呀 麻煩你給我稟告一聲 我來找人呀 你找誰呀 楊中英逗一逗 是的 找誰呢 哪個我都不認識的 我見過楊中堡 我就找他 冰大哥 我找楊中堡呀 好了 你在等著 我和你報告呀 講完那個兵就走了 楊中堡就被楊中英回來早半天 他和八賢王、扣准 楊綠郎、穆桂英他們說了求約不到的經過 大家聽了當然很憂心 就在這個時候城頭的兵丁走來稟布 千風寬 有一個小道桶說要來找你 楊中堡安丹 小道桶 誰呀 誰呀 去看看呀 他是三步加上兩步走上城樓 看到下面有個小道桶 精精神神的 他認得 這個不是乾坤洞的小道桶嗎 他來這裡做什麼呀 是不是跟我們送解玉來呀 不會的 不會的 他是姜德的師弟 哼 實在走來跟我們作對定了 楊中堡問 喂 你是不是乾坤洞的道桶呀 楊中英擔高頭一看 沒錯呀 這個就是楊中堡 他又驚又喜 他說 阿哥呀 是呀 是我呀 楊中堡疾了一疾 咦 你為什麼叫我做阿哥呀 從何說起呀 是啊 阿哥 我說你堂弟呀 你走了之後 我師父就回來了 他說我是楊家的後代 叫我下山應祖歸宗呀 所以我就跟著追來找你了 阿哥呀 在洞口的時候我對你不好 你不要生氣呀 楊中堡半信半疑的心想 楊家到我這一輩就是我和忠兵兩兄弟 為什麼又多了一個出來的呢 請問 你父親是誰呀 我父親叫做楊賢治 母親叫做杜金我 我叫做楊中英呀 咦 楊中堡一聽 生氣到臉好像紅雞官那樣式 他就這樣想 豈有此理 我七叔和七嬸都沒有成親 七嬸來的時候是個大姑娘 誰來的兒子呀 楊中堡剛剛想發火 他又在想 阿米子 這件事都不知道怎樣的 或者七叔七嬸真的有個兒子都不頂呢 如果問過不是了 再來抓他也不遲 於是楊中堡說 喂 這件事我不清楚 我回去問問先 如果是呢 我叫我七嬸娘來接你 如果不是我們再談 哎呀 那怎會不是呢 楊中英還想說 楊中堡就打斷他說 好了好了你等著來 楊中堡轉身就走了 楊中堡真是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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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阿嬤蛇太君 誰不知道 楊門女將 除了自己母親之外 全部都是寡婦 都立了精節牌坊 今天又來多個孫 阿嬤 一定激死了 那不然阿嬤跟我爹說得不行呢 七嬸娘是他弟父 那他又怎麼問呢 那不如跟桂英說 哎呀不行不行 桂英正為惡姓楊兄的傷勢 操心 不得閒 算了 還等我自己問問七嬸娘吧 楊中堡就把杜金昂叫出來 他小小聲說 七嬸娘 有件事我想問問你 有什麼事 你就直白說 七嬸娘 你 你跟七叔 成了親了嗎 到今我聽他敢問其 忠寶 你問這些事做什麼事 他 七嬸娘 你不知道的了 有 有件事 楊中堡吞吞吞吐 到今我去想 忠寶問這件事實有原因 那自己說不說出來呢 十幾年來 這件事因為害羞不敢說 一直瞞著楊府的上上下下 今天 今天 今天又怎樣跟自己的侄子說好啊 總之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要為死去過夫君首節 還說這些事都沒用的了 杜金昂想了一陣子 她就說 唉 有誰好像我的命那麼苦啊 我們 我們沒有成親的 是呀 我聽媽媽這樣說的 忠寶 那你問這些事做什麼呢 哦 外面有個小道統來了 問你是他母親 啊 啊 杜金昂一聽 他臉當堂紅得好像紅紫那樣 忠寶 我是姑娘手寡 你說這些話出來想害我啊 不是呀不是呀 啊 杜金昂一聽 那個小道統說得好真的 你想清楚一點 杜金昂祖就認為放下在荒郊野外 她的兒子已經不在人世了 今天忠寶追問得那麼緊 她誤會了 她說 我想什麼呢 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只是說我有個 即是說我有個野仔是不是呀 不是呀不是呀 七心娘 我只是說 我們楊家那麼少南丁 那要有個人來 認祖歸宗 那就好想而已 杜金昂就發大火了 好呀你楊宗寶 你全心想害我 說完 納起衣服就 啪 就打了楊宗寶一巴 楊宗寶的臉被打得火辣辣 她很委託 七心娘 你為什麼要打我呢 我道統報名說是楊宗英 說她父親是楊賢智 母親是杜金昂 那怎麼能怪我呢 啊 杜金昂一聽楊宗英這個名字 整個定了 哎呀 在黃土坡丟下的兒子就叫做中英 難道她真的還在人間裡 真的想不到呀 如果真的是她就好了 杜金昂的心很酸 眼淚很流 楊宗寶還以為她在生氣 她就說 七心娘 你不要生氣了 最壞了那個道士仔 如果她不是說這些話就沒事了 好 讓我把她抓起來以得 說完就走出去 杜金昂緊張了 因為楊宗寶只是一肚子 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連王叫著她 宗寶 七心娘 什麼事呀 不如讓我去看看 那個小道筒不知道從哪兒來的 讓我教訓一下她才行 好 七心娘 我們一起去 於是兩個人一起去城樓 上到城樓 杜金我一看見那個小道筒正在擔高頭望著上面 哎呀 這個小道筒 都不知道是哪兒 不知道是額頭呢 還是眼睛呢 還是嘴呢 看起來總是有點像七郎那樣 看一下看一下 杜金我的眼淚忍不住又流起來 楊宗寶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 零零零零零的心想 七心娘說這個小孩不是他的 但是為什麼一看到那個小孩又哭了呢 楊宗寶對楊宗英喊了 喂 杜師仔 我七嬸娘來了 有什麼話你跟她說 楊宗英見到上面一位中年的女人 她就問 請問 你是不是七夫人呀 沒錯 我就是杜金娥 哈 媽 我是中英呀 媽 媽你真是狠心呀 你 你生了我出來 你丟了我 如果不是我師父撿了我上山呀 我早就沒命呀 媽呀 因為我學成武藝 奉師命下山呀 來到應祖歸宗 你快開門給我呀 杜金娥聽著楊宗英這樣說 真是心如刀割 她強忍辛酸話 你說你是楊宗英的兒子 你有什麼憑證呢 媽 你把我丟掉的時候 就曾經留下一張血書的 那張血書就是憑證了 那現在血書在哪裡呀 在師父那裡 啊 杜金娥的心呀 這陣子酸甜苦辣 五味俱全 這個弟弟 十成有九成是我的親生兒子 兒子呀兒子 不是媽媽狠心呀 我生你這件事 誰都不知道呀 我今天如果對人家說出真情 有誰相信呀 豈不是被人家恥笑 那怎麼辦呀 怎麼辦呢 杜金娥心亂如麻 過了很久 她想出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她想 我還是逼她先走 等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想法子找她回來吧 於是杜金娥咬一咬牙關說 屁 你真是無賴了 明明沒有這樣的事的 你強硬說是我們楊家的人 你還不快點扯啊 你不扯我就殺了你 一說完 杜金娥彎弓搭戰 就想射了 楊中英連忙跪在地下 她哭著說 媽 你真是這麼狠心呀 我生了下來 你把我丟了 因為我長大成人了 回來認祖歸宗了 你怎麼還不認我呢 媽 我回來這處不是沒用的 我可以和受傷的將軍醫病 還能去前線匯一匯姜德 我和姜德的師兄弟 師傅叫我來修復她呀 媽 你快開城門讓我進來啦 杜金娥越聽就越傷心她想 哎呀兒子呀兒子 你怎麼知道媽媽的遺難之處呀 她把眼淚吞回落土 杜金娥說 你這個小妖道你快點扯 要不然我真的要放箭的啦 媽 你射射我都不扯的啦 我這麼大個人 都不知道爹娘是誰 我又有什麼面子做人啦 他要說 杜金娥說 小妖道看箭 說完 的一箭 把箭射出去 杜金娥真的忍心射他的兒子 當然是不忍心啦 他特意射高那些 那些箭射在中英頭頂 飛了過去 楊中英愕然 媽 你真是想射死我呀 只看一看,杜金娥不見了 楊宗英一陣心酸 跪在那裡,流眼淚不出一聲 楊宗寶見到很奇怪 究竟是什麽事? 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說是真的 為何要用箭射他呢? 如果說是假的 為何七嬸娘又哭得那麼傷心? 看來一定有QK 楊宗寶就說 楊宗英,你說你是楊家的後代 但我七嬸娘又不認你 你不如先回去吧 我將這件事稟告泰軍 讓泰軍發落吧 楊宗英在想,也好 人家不認我 我罵人這處也沒用的 嗯,我還是不要去見姜德志了 楊家不肯認我 我才無謂和師兄過不去 我還是回去找師傅 問師傅拿個血書禮 到那時候我看媽媽認不認 於是楊宗英擦乾眼淚,起來走人 楊宗英離開邊關一邊,走一邊哭 他本來想回去太行山乾坤港找師傅 但是走一邊走錯路 走到二十多里路了,走到中午 辛苦到他又筋皮力盡 又肌又渴,額頭又飆冷汗 怎麼好呢 他找個病房,找點東西吃一下 休息一下精神再走 楊宗英走上高波 手搭梁鵬遠遠地望 啊,好了好了 看到前面有個村莊 他立刻精神起來,走路都快了 走啊走啊,終於來到村口 他停著腳步,單摸頭一看 啊,路邊有個木牌寫著苗家鎮三個大字 各位,楊宗英來到苗家鎮又有一番奇遇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身份子每一個班牌寫著苗家鎮 Tim立誌指示 打開,再度謀寫著苗家鎮